先跟所有同事打招呼 AR所有同事早晨 早晨 不如跟隔壁說聲早晨 如果今天你有愉快的一天 剛才享受Eric的訓練 跟隔壁說聲我享受好嗎 先說聲早晨 早晨 Eric 有什麼 Eric 我有個建議給Eric 我有個建議給你 剛才你說 如果你看那個五折天 聽說不要看那個內地版 也不要看香港版 看那個台灣版聽起來是比較好看 但香港版那個 它有個圍欄在那裡 有沒有人可以翻譯一個國語 不要看香港版 Anyway 上次我跟同事在公開場合去說話 應該差不多是兩年前 因為很多時候 很少在公開場合說話 每一次 不過當我接了這個工作 答應了他 我答應每一次都說得最好 同事們 你贊成我這個做法和想法 如果有歡呼聲 大家會有利是派 嘩 你說你們真是幾材料 是不是 突然之間有很多歡呼聲 Anyway 我想用這一分鐘時間 我有幾個單位的人 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先多謝他 第一個 不需要多問 我一定要多謝我老闆 我老闆是 Mr.Terence 我大部分的 都不是管理智慧 大部分的人生智慧 很多都是來自他 直接間接 他的比靈感 所以今天 所以很多內容 如果說得好的話 是因為我老闆 萬一我說得不好 就是我的 多謝我老闆之餘 第二個Party 我一定要多謝 就是多謝我 Dear我下面 我所有的同事 他們全部 今早很早 就已經到場 就是撐場 我可不可以邀請你們 站起來 和後面的人 就亮一亮相 跟你們說個Hi 可不可以我們 爭辭奶 這班是全部我的兄弟姐妹 差不多接近有40位的同事 多謝你們 不單止是今早 你對我的支持 是多謝一直以來 在不同時間的加入 多謝我對我的不離不棄 多謝你們的錯愛 Thank you 第三個Party 我要多謝的就是 有一班 和我一起並肩作戰 很多年 有些是聲師者 有些是我的同輩的朋友 包括了 如果是聲師者 我想是Steven Forence Terry Larry 甚至乎是Ellen Marisa 有些是我同輩的好朋友 包括了Bernard Wave 我看到了 Kareen Katherine 很多這些 全部都是我的同輩 她能夠在過往的時候 大家一起成長 一起 互相聲聲相識 Anyway 一分鐘的答謝的笑話 講到這裡先 今天我是有主題的 不如我同事們正式開始好嗎 如果我們正式開始 不如給點掌聲先 我今天的主題是叫做 Think Like a Film Director Act like a District Director District Director 是我們做這個行業 是我們做前線營銷 應該是在獨立個體戶裡面 最高職別的 當然啦 District Director以上 我們再有是Senior District Director 以及EDD Executive District Director 不過為什麼我說呢 在直屬單位裡面 應該是最高級別的 因為她是負責 是管理了裡面 所有她屬下的組織 無論文化 training 人數 生意 甚至乎 是發展的方向 全部都是District Director 她要做的 我想在座 包括我在內 這都是我們的 長遠發展的目標 和方向 為什麼我剛才說 Think like a Film Director Film Director 即是導演 導演 應該是一套戲裡面 Chief 即是她的頭 這套戲拍成怎樣 由Casting開始 找什麼人拍 怎樣拍 劇本是怎樣 拍一套戲 有多長 有多少Cast 成本製作 其實你想想 全部都是導演 她所有的東西 在以下 接下來我有大概45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很多 聽起來好像是管理上的idea 不過同事們 同事們 剛剛從Eric 他的分享裡面 你有沒有留意 剛剛Eric說的很多內容 似乎不只是關於管理學問 有沒有留意 如果你有明白我 我講的 其實是關於很多前線的Sales 如果你有留意到 可不可以舉手讓我知道 嗯 90%的 剛剛Eric說的很多 是關於我們前線做銷售 所以 以下這句說話 一理通 百理明 如果你明白我等一下說的 聽起來好像是管理裡面的學問的話 我想告訴你 真真正正 其實不是 Not even about sales It's about attracting people 那我們不如來吧 好嗎 先看一下第一張的圖片 第一張的圖片 我在預備這次的talk的時候 我剛才說了 我是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其中我在網上 我決定找找找 在三年前 來自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裡面 一開始 曾志偉就拖了一個小妹妹出場 她當時用了大概一分多鐘 問了以下這三個問題 我們一起聽聽哪三個問題 好嗎 好 志偉叔叔 為甚麼我們要看電影 因為看電影令大家開心 那為甚麼上次媽媽看電影的時候 又會流眼淚 不可能你媽媽看了一部很感人的電影 感人的電影感動到你的時候 你不會流眼淚 那在家看電影就行了 為甚麼要去戲院 在家和戲院看兩件事 去戲院看可以約一群朋友 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地點 和一群朋友一起笑、一起哭 一起拍手掌 這些難忘的時刻 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知道嗎 很開心的 不如我帶你看電影吧 好 走吧 好問題 好問題 先去上一張 三個問題 那三個問題是他說 志偉叔叔 我想問 他說為甚麼 那些人他們會做manager 他說為甚麼做manager 他說為甚麼做manager 因為做manager開心 有滿足感 我又不太明白 那小妹妹再問 他說 如果是的話 為甚麼我上次見到 他說為甚麼他做manager 他做到哭 他做到很沮喪 為甚麼 那曾志偉就說 嗯 那可能他遇到有挫折 他遇到有些經歷 又或者 他遇到有些感人的時刻 那可能他也會哭 那如果是的話 那我做一個前線人員 我自己回家做 那便可以了 那我用不著搞這麼多事情 那又不同 那你有一個團隊的話 那其實你是跟你一群的好朋友 每天就是出生入死 那經歷很多 就開心 不開心 那無論怎樣也好 都是在一起的 那無論你幾年之後 回望回 那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很難忘的回憶來的 同學們 你聽到這三個問題嗎 其實我很喜歡看電視 OK 每次看電視都總是給我一些靈感 OK 小朋友他問了三個問題之後 那我就有以下這個問題 那問題是 同小妹 經理們 我想問一問 是不是一個團隊 如果他能夠招攬到 一些所謂的 top agent 他能夠進來 他很快去 他能夠有一些生意 甚至乎有一些 現有客戶 很大的人脈網絡 他進來這個行業一定成功 沒有 沒有 Awave 他說不是 看看是不是 剛才我說 我很喜歡看電視看電視 看電視 是不是 以下這兩套戲 真是厲害了 如果 你是跟我一樣 這麼不幸看了的話 那就對不起 是發行的 如果你是未看這兩套戲 一套叫做天璣 一套叫做黑客特工 那你聽我說完這兩分鐘之後 你不要看了 OK 左手邊那套戲是我偶像劉德華先生做的 再加兩個女神 一個就是林智玲小姐 另一個就是張靖初小姐 兩個 一個漂亮 一個賣演技 你試試看一看都行 OK 但這套戲我看了十分鐘之後 我選入割凳 在家裡的沙發上 真的想割爛它 好 港產片質素低 對 有道理 看西片 豈有此理 旁邊那套黑客特工 更離譜 那個男神 我不知道看不清楚 那個就是雷神的主角 雷神 大哥 你真是開玩笑 你以為雷海恩嗎 大哥 這個就是雷神 一開玩笑 雷神 雷神你不認識 不要緊 雷神樓下那兩個 懂得吧 一個是楊威中港台的 這空語 黃力宏 黃力宏 旁邊那個 是叫做 湯圍 你不認識雷神 真的不要緊 你認識樓下那兩個 但這套戲真厲害 劉德華那套 十分鐘我割凳 這套 他講英文的 我給你多一點 十五分鐘 這兩套戲都可以看到我 真的想罵髒話 我想帶出第一個點 剛才我問了 是否擁有最好的所謂 有些agent 進來 他們很快就出現有客 有生意 是否這個團隊 這個組織 就能夠取得 長遠的成功 如果從這兩套 做一個例子 我覺得不是 不如看看二日這三個例子 左手邊那套 叫做低俗喜劇 這麼低俗的戲 一定適合你看 Bernard 還有我 中間一套 OK 叫那些年 我沒一起追的女孩 另外一套 不用問了 叫狂舞派 這三套戲有一個共通點 低成本 高效益 就是這三套戲的共通點 有很多這三套戲裏面的演員 在做這套戲之前 你都不知道他們是誰 對不對 所以 剛才我說 哪一個 你的團隊 今天我不知道 你們的發展是怎樣 擁有是一個 三個 十個 還是三十個 今天 那管你是這三個 戲裏面的主角 或者是導演 只要你肯用心機做 你肯用心機 把今天Eric所說的Point 全部能夠做出來 其他人的團隊一定是能夠大修往場 於是乎我決定 將我今天 我接下來的四十分鐘 我的sharing 總共在二人這四個Point 包括第一 selection 怎樣我們選材 第二 選材回來之後 怎樣training 怎樣將他培訓 培訓完之後 第三 motivating 鼓勵他 和進行managing 去做一個management 第四 going to the top 以下的時間 都會圍繞著這四個Point 去做分析 第一 selection 我形容 我說是 practice your perfect pitch 你們出去做銷售的時候 是不是有pitch 即是有你們所謂的sales talk 是吧 有可能一個 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半小時的銷售流程 但其實我想說 當你做recruiting 去招攬人才的時候 其實我想說 是一樣有一個pitch 而且pitch 是perfect pitch 在我的pitch裡面 我是最少有三個pitch 一個 是一個五至十分鐘的一個pitch 一個 是三十分鐘的pitch 一個 如果我有足夠的時間 我是有一個四十五至六十分鐘的一個pitch 三個的pitch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會遇到什麼人 在什麼場合 可能 我只是今晚 我在一個酒會裡面 我有大概可能是十五分鐘 我預見可能是Synthia 那我就想辦法 我怎樣能夠 我要recruiting到Synthia 十五分鐘 不是每一次都能夠 給你有四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 坐在慢慢聊的 No 你有沒有一個perfect pitch 是能夠很簡單 可以能夠可以光宗大人 即是很hard sell之餘 又很低調的sell 是不是很圓 不要緊 你叫我硬一點 我有一個point來講 剛才我說 不同時間 一定要想 想一想 不同的時間裡面的pitch 你打算說什麼 透過每一次的pitch 我都會嘗試 做以下這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剛才Eric說得很對 一開始的時候 不要怪自己說 一定要讓他說 我很認同 我用四個字去形容這件事 這件事叫做 性格了解 了解一下他的性格是什麼 如果剛才你有聽到Eric說 在你跟對方談的時候 對方 我發現 暑期公的陷阱是真的有存在 不過暑期公的陷阱 通常都不是那個求職者去中 通常都是那個請人去中 就是請了很多 就是一些暑期公的陷阱 他那份resume裡面 哇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一個人 他說自己又懶又氣 又不專心 又容易氣餒 我從來沒有見過 所以那份的resume 我基本上 三十位同事 對不起 你們曾經進來的時候 可能都寫了很久 但是我都沒有什麼 花心機去看 不過 不用怕 我花心機是什麼呢 花心機是在我最初 和你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每個人都花了很長時間 我去性格了解 我想了解你們 多過在那張紙上面 你們寫 你們刷的東西 因為那張紙上面寫的東西 是沒有意思的 坦白說 是大同小異的 但是 until跟你聊過之後 你會發覺不同 在剛才 Eric也有提到一個點 和我不蒙而合 他說 當對方 你叫他介紹自己的時候 他可能會形容自己的性格 我是樂觀的 職業開朗 剛剛沒有聽到 不要緊 現在聽分 記住問他 為什麼 記住問他 給一些例證 譬如說 你過往 是不是玩了什麼 的活動 你可以舉例 給我知道 你以前 是不是因為這些活動 就顯示到 你這種性格 這個技巧 不是我老闆Terence教的 是我私人Steven教的 我記得 多謝Steven 他忘記了 他教過我 但是我記得 他說 他透過你問對方 他說 Wave 你這個人 你這麼性格樂觀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在過往 你有什麼事情做了 是顯得出你性格樂觀的 這樣問他 性格了解 如果 他能夠 回答你 你繼續了解多些 通常 我每一次的interview 我大概 我會用15分鐘的時間 給對方 說他自己的故事 如果他能夠 attract到我的話 接下 接下來 差不多有30分鐘 是講我的故事 倒過來 是等他了解我的性格 OK 所以我剛才說 你的pitch裡面 有不同時間的pitch 好 那我剛才說 既然有不同時間 那我就舉例 如果萬一 真是這麼不幸地 你只得10分鐘 5分鐘 甚至再少一點的時間 你要介紹自己 那怎麼介紹呢 英文我這樣說 A high concept career can be explained in one sentence 即是怎樣 即是說 講一句就講完 應該知道了 那這個工作 有沒有想過 用一句話 去講完 如果你ready 我ready 不如我示範給你看 好嗎 OK 我會形容我的工作 是做資產配置 做資產管理 簡單而言 我是幫不同的人 將他們有限的錢 有限的資源 最maximize他們的價值 幫他們在不同的範疇 將那筆錢放開 例如 有些人可以透過一些工具 是幫他們做 遺產的安排 有些可能是透過一些投資工具 是幫他們的錢 用基金形式 將它發大 有些可能比較保守的 是將他們的錢 用一些穩定收益的工具 幫他們去累積 那當然 有些是幫他們做一些 是web protection 幫他們保障他們現有所有的 income 這個就是簡單而言 我工作 這個pitch 可能是15秒 OK 你要有一個pitch perfect pitch 只有15秒時間 one sentence 介紹完 什麼叫financial planning 哇 你每一次都要講15分鐘才講到到底 這樣死定了 不會的 不會有這麼多時間 所以一句到尾 say you are good but not too good 很矛盾 是不是 即是怎樣 怎樣為之say you are good but not too good 你如果你是 嘩大哥 你是劉德華來的 你是吳賢祖來的 那沒辦法了 那你當然贏了 原來賺人 賺自己 都要有技巧 剛才 記不記得我說 今天我說的內容 聽起來好像是recruiting 對不對 但其實不是的 跟selling是100%直接關係 賺人 賺自己 都要有技巧 所以說 賺人的時候 盡量避免 你賺他外觀 你賺他英俊 其實沒什麼大感覺 你賺他有型 其實沒什麼大感覺 你賺他美女 有感覺 所以賺女生 要先賺美女 先 再賺後面 兩人都要賺 沒有限 兩人都要賺 所以我剛才說 你會說 原來 say you're good but not too good 原因的目的是 你要等對方 他覺得 沒錯 你今天 你能夠在你這個工作上 你能夠取得成就 OK 是因為有些元素 這些元素 是我學得到的 所以剛才我說 不要讚自己是不延祖 大哥 那不延祖可以 那我不是 你不能搞 你好像劉德華 那我就是回家 不要 賺一些元素 是他學得到的 譬如 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會做得好 因為這個工作 是需要有一種鬥心的 是需要樂觀的性格 我因為這種樂觀的性格 因為這種積極 所以我這個工作 我做得好 我以前也有打籃球的 我覺得我也有鬥心 我有理由相信 如果我把我的鬥心 放在這裏 我覺得我也做得好 Say you're good but not too good 讚的時候 無論讚對方 讚自己 要講一些 是能夠對方 學習到的元素 並且 很多時候 當我去讚的時候 我會把自己的部分 在銷售自己的範疇 可能我會用大概五分的時間 其他五分四的時間 那你銷售自己 你不是銷售自己 那你在做什麼 其他五分四 我是銷售我的團隊 銷售我老闆的團隊 銷售我老闆本人 銷售區域 銷售公司 銷售行業 剛才那種種 佔了五分四 原因 第一個 讓他知道 OK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把自己抬得太高 他不會有感覺 他回頭會自尋認愧 他會覺得 哇 我跟不上 但是 如果你銷售團隊 你告訴他 我的團隊其實裡面 我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很多人 其實他的背景 性格 行業 或者進來之前 他的經驗 是跟你相約的 今天他能夠在這裡取得成功 我有理由相信 你也可以 我銷售我老闆的團隊 我銷售我老闆 我告訴你 當初我加入的時候 我跟你一樣 都是二十多歲 不過今天 透過努力之後 加上跟老闆的配合 今天在這裡有些成績 我銷售公司 如果今時今日 你不加入AI 說真句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公司 說真的 我不是說笑 你拍攝在任何銀行 任何的 投資銀行 任何的投資銀行 任何 我敢這樣說 AI可能是當今 在任何的FI裡面 可能 你計各方面的實力 名氣 是最高的 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在不同的Ibank 製造 很多的收入 是沒有這裏那麼好 其中有一位朋友 他告訴我 他那個收入 他今天 比他五年前的收入 但是他在其中一間 很有名的Ibank製造 但是是同學來的 那我在想 也挺麻煩 也挺麻煩 但是我們這裏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我還記得 在2008年 我們在五年前 我們PA成立的時候 同一個月份 這真是世界上最諷刺的事 我們這裏賣廣告 就說我們每年有一億的錢 投放在PA做這個academy 這個training program 同一個月的報紙裏面 某一間很大的銀行 他就說 當月 就是香港和全球 就是裁多少千人 哇 我在想這世上 有沒有這麼諷刺的事 在同一個月的報紙版面 你可見得到 所以剛才我剛才說 我說 原來行業公司 你真的要sell 你真的要sell 讓對方明白 現在我們的工作 已經不再是保險了 當然 現在是本公司 不過 我想裏面我們做的同事 全部都會明白 今天我們做的 100% purely是保險嗎 我不覺得是 Anyway Whatever you call Whatever you call the product is 你總之叫做保險 叫做insurance It's okay, fine It's just a term Just a name 你給它任何名字都可以 你要做ABC都可以 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 剛才我說 它是幫人用有限的錢 去把它maximize 它的value No matter what you call 你叫這個保險產品 叫做劉德華 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幫人做 不同類型的資產配置 你說今天AI 它不是一間 做資產調配的機構 它是甚麼 我們說 Easy come Easy go Easy come Not easy go 我覺得 我在不同的場合 有時候有些的 AUM 有些的Manager 會問我 Derek 我知道你在選材的時候 你們的要求條件很高 你們先拍一下 他說要求條件很高 他說Derek 你當然了 你有幾十人 千軍萬馬 你當然有很多條片 我說錯 我說請你記住 當天我加入的時候 當我開始做recruiting的時候 I start from zero 都是由零開始 如果你不好管理 你所選擇裡面的人的話 其實 只會使你四個字 疲於不明 只會是疲於不明 因為Easy come Not easy go 請君容易 是吧 送君 原來他為你的團隊 會帶來麻煩 會帶來麻煩 所以 很多時候 我寧願 每一個的interview裡面 每一個人 我會花多少時間 我選一些 我認為是優質的人 當然每個人的定義 尺度不同 你要想 什麼為之 是優質的人 因為進來之後 他是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當然影響這個term 可以正面 可以負面 是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所以 你要篩選 你要試 選一些 你真正覺得他適合你的團隊的文化的人 我會覺得 如果讓你選 你會選 你是賣一百個爛橙 還是你是選擇賣二十個漂亮橙 當然 謝謝Linda 還有得選嗎 當然是賣二十個漂亮橙 一百個爛橙 怎麼賣 如果你明白我說的話 一理通 百理明 你希望你下面有一百個不productive 不合群 不參與你的團隊運作的同事 還是你選二十個三十個 是你覺得最精銳部隊 跟你一起 是奮鬥 跟你一起工作 你喜歡他 他喜歡你 你想想真點 你想選誰 所以我覺得 不要為了短期 有時候我明白 我再不請人 公司解僱我了 那當然不要去到這個位置才請 你可不可以早點 我團隊裏面 我需要FIC 我需要生意 對 Who don't Who don't 任何的營運組織 包括 外面 你無論做哪一個機構都好 他們都需要生意的 不過是否等於 你將你收心的門檻降低 這個是另一個學問 我覺得不是 所以剛才我說 我覺得 無論是做團隊 無論你玩運動 打球 打架都好 都不是人多 剛剛 你找熱運一個打十個 所以我覺得 重則不重合 這個是我老闆做的 training 進入第二部分 好沒有 第二部分training裏面 我會說 start strong start strong的意思是 我記得我開初做AUM的時候 我老闆跟我說 Derek 你頭三個同事很重要 到我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今天開始有大概四十位同事 我發現這句說話是需要modify 我覺得 嚴格來說 是Derek 你頭六個同事很重要 我很幸運地 我頭六個同事裡面 他們基本上每一年都是MDLT 有些他們是兩個MDLT 甚至是三倍MDLT 這幾位同事 我想你們站起來 包括了Synthia 包括了Holly 包括了William 包括了Bruce 包括了Crystal 還有最後 最後 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Alvin Alvin 其實你的連資 沒有你們那麼多 不過這幾位同事 全部跟我比較久 OK 他們 Thank you 我們先坐下 多謝你們幾位 因為你們的關係 你們在團隊裡面 不斷產生一個很大的能量 後期加入的同事 他們會比較容易follow 比較容易跟 因為 頭一班大家都很用心 後期進來的時候 知道他們會看 知道他們會跟 很簡單 很簡單做一個例子 那個大哥 他是醫生 二哥是律師 三哥都是會計師 那麼第四個呢 他應該不會太差 他應該怎麼都是財務策施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第四個聽說 好像是最厲害的 真人 不是說小人 是以緣目染的 是舒翁世代 是真的有關係 所以 我 從這個項目裡面 我再推一步 當你請人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儘量避免 一次過請人 我儘量避免 說真的 我通常我喜歡 是一層 一層 一層 例如什麼呢 即是說 當第一層的同事 已經做好了 再請第二層 第二層做好了 再第三層 因為當第三層 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不只是看Derek 他會看第二層 看第一層 是一級 帶進去 那整個團隊的運作 將會很順暢 而且 理論上 亦都會互相借力 你能夠借到 下面同事的力 同事之間 又會互相借力 那你在這個世界上 有多美好呢 所以 有時切忌 切忌太心急 一次過請一批人 整十幾人 整個團隊一起來 我有時覺得 這個反而 可能 開頭的時候 會有些甜頭的 但到後期 你會發現 每一個同理之間 是沒有感情 好究竟 每一個是沒有感情 我和我下面的同事 當然有些他們交易的時間 不一樣 有些最遠的 十年 比較近些 可能是幾個月 一年 不過我和這些同事 他們全部都是 我覺得是有一種connection 是直屬的關係 全部都是 這就是感情建立 Grow step by step 在營運團隊的時候 無可避免會有不同階段 一個 三個 五個 十個 OK 早幾天 Steven 他過來我們區 去挑戰 說話的時候 曾經 Steven 他就說 有一段時間 他發現十幾個同事 他上不到去 就是二十個同事 然後 他就說 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原來當時 可能是用十幾人的思維 方法 去管理二十人 對嗎 我覺得這句說話很適合 我將他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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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面有一個同事 Alvin 他準備升級 他最近告訴我 他說 老闆 我有一個是happy problem happy problem 是最近react了很多人 不過發現原來 在communication裡面 以前人少一點的時候 那個communication 的力 可能反而 比現在更大 更多 因為人少 所以 我明白 為甚麼 為甚麼 剛才我上的powerpoint 我說 是要一步一步 一級一級 慢慢來 同時之間 我都明白 我突然間記起 為甚麼 我老闆他教我 他說 Derek 他說當你是AUM的時候 你要用UM的角度去想 當你UM的時候 用SUM的角度去想 SUM的時候 用District Manager branch Manager 那裡想 District Manager的時候 用DD那裡想 如此類推 我們試試倒帶有沒有 倒帶 剛才我們說 曾經有一個時間 我自己也有這個問題 十幾人的時候 為甚麼不能夠再去excel 再跳去下一步呢 是因為 十幾人的時候 還在用一個unit 用十個八個 六個七個思維的方法去想 那你當然是run不到的 但是如果倒帶回頭 當你有十幾人的時候 已經在用一個二十幾人的思維去想 那整件事可能會不一樣 你突然之間 第一 你會明白了你的上級 你明白了你的老闆多很多 你跟他突然間的關係 你會很配合的 會很配合的 會很配合的 不知為甚麼 突然間很friend 因為你明白多了他 或者直接這樣說 你跟他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你會明白他今天做甚麼 你會明白為甚麼 他有些方針去這樣做 你會明白他今天 他的方法 他的思維是甚麼 你明白完之後 你套用在你的團隊裡面 你突然間發現 輕鬆很多 因為你用了二十幾人的思維 去管理十幾人 十幾人的思維管理五個人 那你發現 你還有很大的capacity 是可以給你增長的 整個方法不同了 就是因為是個mind change so don't tell 我會形容 當在大概有十五人以下的時候 你無論是AUM好 無論是manager好 其實你的角色身份很重要 重要的定義是甚麼呢 特別是在生意上 在個人生意上 在個人生意上 你是這班同事 你是他們的captain 你是他們隊長 我在英國的時候 剛剛兩個星期前 在President Club 當時我們參觀熱刺的主場 我找到一份禮物 這份禮物呢 我就想賣很多年 不知為甚麼 香港是否很難買 我發覺搞來搞去 我在香港也沒辦法買到 那這個禮物呢 我過往那麼多年 我只能夠透過我幻想 阿Wave你有沒有幫我打一打 我只能夠透過幻想 他在我的手臂上出現 謝謝你阿Wave 哇 My pleasure 我真是想惡咚你 Kill a Stephen 我當時我帶著十多人的時候 我經常都幻想 我腦裏面有這個景象 就是我的手臂上 有一個隊長的避章 這裡可以看到 是captain 如果你有踢球打不球 你會知道 他們有避章 籃球沒有的 足球有的 我經常都幻想 我帶著十多個同事的時候 我形容我做personal production 這個是什麼呢 是我表演的舞台 我不覺得 我帶著一班人 我做生意 是為我荷包的角度 當時我的角度是 這個是我表演的舞台 你明白過什麼嗎 是我要表演給我的同事看 哇 他做生意真的很厲害 一百張案子 二百張案子 然後那些案子 一邊收下來 MDLT CUT 這個是舞台 所以剛才我說是captain 是captain 那當然去到某個時間的時候 開始發現 是 是 next step 這件事很難做 這件事很難做 這件事都是我希望 我極力能夠 繼續維持這件事 在十多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像過 其實在你的足球場上 你場上就有十一個人 計算你後備直箱裡面 大概都是十多人 有五個後備 加上有些預備組裡面 可能有二十多人 你就是要做 這班 captain 所以剛才我說 同事們 當你調整一下 你的想法 你突然之間發覺 你帶著一班同事 而你去做生意 反而這個是你表演的舞台 是你的機會 下一個 CREATE TANGIBLE OBJECTS OF DESIRE 你說你有做這個行業 有多厲害 有多成功 你的同事們是看不到的 所以剛才不謀異合 是不是 show很多 你說他生活是怎樣的 他有lifestyle 他住哪裏 他住哪裏 其實這個很重要 這一部分的錢 不要節省 原因是我們做這個工作 等同做生意 我們是要招攬人財的生意 沒有一個人 他會相信你 在這個行業有多成功 Until they can see it I mean physically Until they physically see it 他就會知道 他就會了解 所以有很多做這個行業專家 他们把他们的家里变成咖啡的地方 经常都请人回来做咖啡的 当然今天有澳门的同事 澳门的玛丽姐在她的家里 经常做咖啡的 她的家里有七层 这么厉害的 我不知道玛丽姐是否想我说 不过她不在这里 我照样说 我去过她的家里 我看到有七层 她有其中一个儿子 我记得是大儿子 她是耳朵的 她就准备加入 她准备加入的时候 她现在还在大学 她有空无事 她就叫朋友回来 在开派对 让他们见识一下 原来做这个洪以为是这样的 她的朋友就问 你家里有七层? 真的假的 住七楼吧 她说不是 家里真的有七层 下次见到玛丽姐 不要说是我说的 一定要让她看到 不要沽寒 不要沽寒 Dialogue It's not reveal It's not real speech 是我觉得 在motivating里面 第一个重点 我们每人都懂得说话 You can speak Of course Of course you can speak 但你的speak 是有没有影响力 有没有力 是差很远 是不是一个speech 同事们 我们每一天 无论你见客 还是你是做management 做recruiting 你想一想 其实你每一天 你不停都是give a speech 你不停都是影响的人 我不说错 不论是做生意 还是做recruiting 如果你的说话 当中 你会发现 你是在说话 You are speaking 但你不能够有一种张力 拉住那些人的话 不要紧要 学一下 上youtube 打三个英文字 你学到的 这三个英文字 You speak like Obama 不顺眼 You've got to really have contrast so if you're going to yell then you've got to follow it up with a whisper You'll see here where Barack Obama gets more energetic LOUDER FASTER HIGHER ENERGY he works people up into a lather and then pause and starting off again slowly It's great contrast Now is the time to help families with paid sick days and better family leave because nobody in America should have to choose between keeping their job and caring for a sick child or an ailing parent Now is the time to change our bankruptcy laws so that your pensions are protected ahead of CEO bonuses and the time to protect social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now is the time to keep the promise of equal pay for an equal day's work because I want my daughters to have the exact same opportunities as your sons 多有型 now is the time now is the time 然後還要帶你 想遠一點 它影響不止你 影響你的兒子 和你的兒子 真的嚇死人 那個主持 他說 當你說話的時候 你不能夠 all the way 都是 whispering 你一直這樣 的話 對方會被你悶死 但同時間也不能夠 你一直都是high energy 一直都是high energy 的話 對方會覺得你很annoyed 所以他說 你當中要有高又低 當中他說 pause 奧巴馬經常都用這一招 說完之後 pause 讓人靜一靜 想一想 有停頓位 絕對需要學的 絕對需要學 也絕對可以學 我在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 我放學回家 我不小心說我二日這一句 我很後悔 我和我媽媽說 我媽媽 今天老師 她就說 我們有一個 朗誦比賽 真是糟糕 然後我媽媽就叫我 參加這個朗誦比賽 然後在那裡練 但當時很害羞 很害羞 不敢說話 到這個朗誦比賽的時候 說完之後 我覺得是糟糕之餘 我媽媽也知道糟糕 她的感覺應該比我強 這次真的糟糕 這個兒子真的這麼糟糕 於是從四年級開始 在我的世界裡 從此再沒有朗誦比賽 因為當老師說 他再有朗誦比賽 我不會理他 我更加很聰明 我不會跟我媽媽說 有朗誦比賽 但我媽媽就很奇怪 為什麼讀這麼多年書 只有三年級有朗誦比賽 她知道這次糟糕 當中是糟糕 這個兒子不僅自閉 她還不敢面對現實 我媽媽就帶我去參加很多事情 玩游泳 打Bandball 不過真正的轉捏點 是之後 在中三 遇上了一個楚楚可憐的班主任 那這班主任 是女性 都很合理 男性沒有理由 錯錯可憐 那這個老師 她在唐上 她就問 她說 我們會有一個英文辯論比賽 再組一個同學 有誰想參加 當時一班同學 跟所有的現場觀眾 一樣 當然不出聲 對 然後她就有點 然後我頓時 有一種英雄感 產生了 我覺得 老師等我來 這次等我來 其他走開不關你的事 坐下 等我來 那我就貼了一手 就做這個 英文辯論的其中一個 一個 member 轉過頭 然後隔兩天之後 到中文課的時候 另一個中文老師 又問了一個這麼完整的問題 她就問 她說 有誰想問中文辯論 那又沒有人舉手 這個時候 有一個同學 坐在隔壁的 她指證我 誒 Darrett拉窩 她玩的 我看著她 頂你 關你什麼事 你閉嘴 閉嘴 但是呢 接著 那個師傅又說 好 Darrett你玩吧 就由中三開始 就不斷 就玩中文辯論 英文辯論 不知道為什麼 玩了一年之後 就繼續玩的 因為沒有人玩 由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繼續不斷地玩 剛才我說 是可以練習的 是可以練習的 你今天 你不懂得 有效地 Effectively 去表達你想說的話 不要緊 透過practice 你今天 一樣是可以 在台上 你感染一班人 可以的 我相信Eric 他過往是透過很多訓練 是成為 international speaker 我猜是 所以 剛才我說 不要 不要覺得 今天我才去學 會不會太遲 never never too late 看一些片段 買一些書籍 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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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能夠在每一次 在不同的時間裏面 你都能夠給一個 perfect speech 試一下 我們工作 由頭到尾 感染人 下一個 下一個 我說 love like a family system like a company 家庭式管理 企業化經營 在不同的人數 的家庭的時候 事實上 裡面是有些不同的 當人數小的時候 你對每一個同事 direct的時間 可能比較多些 大家之間 會有很多的communication 但當那個人數 開始多的時候 你需要裡面有系統 有system 剛才我不是提及過 我說當人數 去到十個 二十個 三十個的時候 是有些不同的變化 我舉一些實際的例子 有些什麼可以做到 好嗎 譬如當中 你選一些領袖出來 選一些領袖 選一些他能夠 他願意 喜歡做領袖的人 那有些什麼人 喜歡做領袖呢 很多時候有這些人 他們喜歡照顧人的 他不一定是在家裡 是做 是做姐姐 啊哥 不一定的 但有些人喜歡照顧人 有些人 他喜歡教人的 ok 有些人 他natural high 就是隔壁 隔壁 都沒有人說話 但他自己在那裡很high 你找這些人 你找這些人 他喜歡和人share的 share的 share的 即是說自己只有一個麵包 隔壁沒有東西吃 他撕半個給他 你找 在你的團隊裡面 一定有這些人 這些人 是適合擔當領袖 你給他們一個機會 給他們成長 同時之間 這個也是幫你守的機會 那彼此互相學習 你慢慢地在你的團隊 開始發現有些 second man 有些third man 他們開始 他們 開始大隊 慢慢地 你不再只是小貓 三幾隻 不只是love like a family 開始在企業化經營 開始有整個系統 給機會 做delegation 好奇怪吧 任何最好的團隊都一定會有confront的 一定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是人的社會 但是同時之間 我也相信 一個團隊 它能夠長久地運載下去 因為彼此當中有love 一定有 如果今天 你的團隊 是遇上麻煩 有confront的話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的角色 we are paid to stop it 有以下一個導演 有個導演 他正正在說這件事 他說在導演裡面 他們很多時候做的工作 就不斷去解問 我們看看這條片吧 其實 拿最佳導演的時候 導演是不應該說多謝的 是應該說sorry 跟所有工作人員 跟演員說對不起 因為其實你要完成一部電影 所謂一個藝術追求的時候 其實中間會得罪很多很多人 包括有時候演員會跟你說 導演我覺得這樣好些 那你就會跟演員說 好呀 做一個你那個 做一個我那個 但是回去實在剪了他那個 用了你那個 然後有時候 你拍到很多靈感的時候 拍到晚了三四點 你都不會放吃飯 你不記得了這件事 有時候你沒有靈感 十點半就抓住他 製便鬧 為什麽飯還未到 所以這些我們其實做導演 都知道 通常很多時候 我們其實是 真是很對不起所有工作人員 和所有團隊 所以做導演 其實是 真的 下個小月一定有報應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個 成功的導演的話 所以我們看看今天有哪個 壞人 提名最佳導演 我知道 我預料了 我預料了 下一輩應該有報應 應該是 壞人 沒有辦法 有時候壞人的角色 總要有人做 事實上有時候 所謂壞人 我想陳我真的都是開玩笑 不是一定是壞 不過 是在某些位置裏面 他需要有這種堅持 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那個團隊 他那部戲裏面 他想要的是什麽 他想要裏面的文化 他想要的中心思想是什麽 所以 我想 他是這樣說 在我們營運的時候 都一樣 你想想 你的團隊裏面 有這麽多人 你總不能夠每一個人 都盡量 支持 不行 我們真的盡量支持 但有時候 我們是不可以 因為他的團隊裏面 你一定有中心思想 有價值 有系統 有系統 當有時候 違背一些是最basic 最principle的時候 沒有辦法 就算有confident也好 都在所難以 那當然 心裏面 依然是有love的存在 有love 所以大家彼此能夠 嘗試去找 找方法 可不可以彼此 能夠有一個溝通呢 可不可以彼此有一個好些的中間方法呢 不是Exactly是你那個 又不是Exactly是我這個呢 可不可以找中間呢 其實這一部分是最考關鍵 最考關鍵 我曾經我過往 我損失過很多top agent 我損失過 不過我都每一次 當我損失一些top agent的時候 我又會想一想 如果我再做一次的時候 我會怎樣想 現在都做得一般 做得一般 我依然我認為我自己 我繼續有很多的空間可以進步 不過 我覺得 比以前好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我多謝我下面所有同事 他們是不來不去的 是他們接受我 是接受我這個呢 是比較醉 比較嚴格的導演 倒過來 我也是接受他們 的不足 接受他們 在這個行業裏面 有很多空間可以進步 大家就是一家人 但是這樣就是生活 我想這個也是很多 你在問AI裏面 不同區域的領袖 都能夠答到你的答案 就是始終 like a family 如果你想把你的團隊 從有一班人 漸漸地去發掘成為 go to the top 的話呢 我相信 有些中心思想 或者核心價值 你需要有的 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我說good title sets what a team is 或者good title sets what a movie is OK 我舉個實驗 有一部電影是這樣的 它是說 有一個億萬富豪 他是一個科學家 他就發明了很多規格 接著就是對付那些壞人的 我想問這部電影是什麼 Amen 是不是 OK 我又問一問 有一個就是英國的 一個普通的窮小子 有一天就遇上了 一個大明星 後來兩個還派起拖 上來 但當中當然沒那麼簡單 不過最後也收成了正果 這部電影是什麼 擇聲其原 Notting Hill 你那部電影應該有主子的 你營運你的團隊和善門 有沒有主子 有沒有主子 我的團隊有主子 當中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有一個主子 我問一問Alvin Alvin 我們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的主子是什麼 下一個第一 謝謝你 OK 給點掌聲Alvin 有時是有時不是 蛤 不是這個不是 因子丹是什麼大哥 不是不是意識最強 不是 這個是我們過往以來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忠心思想 剛才我說了 Honestly 我們有時是有時不是 八年以來 我們有五年是 有三時不是 我覺得已經做得不錯了 就等於 謝謝你 就等於 如果你有看 廢格遜 他帶了萬聯二十六年 那二十六年以來 他贏了十三個英超冠軍 算得不錯了 你明白嗎 沒有可能二十六年會贏了 不過剛才我說 為什麼我這個忠心思想 這麼重要呢 你的同事 他一定要知道 這個老闆想怎樣 你拍一部電影出來 有些人他七天拍完 有些人是拍七年的 真的 有些人不是那麼隨便的 他們拍到功夫片 是要學一年功夫的 很複雜的 你拍的時候 你的同事 你的演員 知不知道 其實你這部電影 想怎樣 知不知道 剛才我講了 有時我講了出來 我們不一定是贏的 我們不一定達成 我們的目標壓則第一 不過有時是有時不是 贏的機會多些 那已經夠贏了 所以同事們 你想一想 當今天哪管你只有一個同事 想一想 你們有沒有一個title 可不可以一講你的title 就能夠形容到你這部隊 想一想 我們看完最後這兩三個包包 好嗎 我說 make sure everyone is knowing is making the same movie 就是剛才所說 你要他們全都知道了 最後 You are your team's director OK 同事們 今天 就算你是只有一個同事 OK 給自己信心 你今天見到一些 的topic DD SDD 下面帶了幾百人 他們當初都是由一個人開始做起 你今天遇到所有的困難 他們當天一定遇過 所以我剛才說 你是這部電影 裡面 你是導演來的 放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同事 希望今天 你收到Eric的訊息 講了我們有 加上 應該差不多接近三個小時的時間 收到所有的message 出去之後 將自己有一些 你試一下 將它找張紙 抹下 有哪些你是有做的 有哪些你沒有做的 想一想 你這部電影 如果讓你現在重拍 你會怎樣拍 最後我想送一條片給大家 這條片 是我和一班 我下面的AUM 一班Manager 你們一起拍 是形容我們的生活 我實在太過喜愛他們 所以這條片 我看過 我懷疑沒有一百 有幾十次 可能在座有很多好朋友 我知道你們都在不同媒介看過 我形容我們的團隊 這條片 我們是朋友一樣 我們的工作 每天是出去 跟不同的人接觸 不同的人聯繫 不過我們不只是做事 我們有玩的 所以我形容我們是DL The Lifestyle 可以大聲一點的音樂嗎 可以大聲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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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買大聲一點 可以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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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的是Kid 是我們同事 做了兩年 透過委員會 加入我們組織 今天她的經驗 進升了做AUM 在她旁邊的是她的太太 車裡面雖然沒有嬰 但她的現實當中真的有嬰 喂大哥 拍戲 你帶嬰兒出去很危險 所以我說DL是Family 三個加起來 一百多歲還在扮可愛 扮青春 是吧 因為我們DL是Energy 然後這個 不要理她 然後這個不用理她 這個不重要 這個 過場的 我說我們的工作 誰知道在辦公室的辦公桌上 做這麼簡單 Everywhere 都在我們工作平台 每一刻都跟你的客人 在聯絡著 不過說明我們的工作 不是經常性都這麼順利 阿Sam我 你看她幾咀爽 她一路走 一路走 一路走 下一條短短一百米 都不夠的路 她搖了六次頭 因為她幾咀爽 We are not always winning Come on 不過最重要是下一句 I will never give up 誰知道我們DL All of you guys 所以我覺得 不單止DL 大家都在這裡 剛剛在這裡 他們在說 Yes 我和一個說話 去結尾這段影片 We are all here for a reason 我們都覺得 每一個在座同事 你們今早早 會選擇來到這裡 You must have your reasons behind 预祝所同事 在未来的时间 你无论是个人生意 带领个团队 踏车干头 跟随一步 祝你有一个预备美满的五月closing Thank you 好 谢谢Derek 我们再次给你的掌声 给Derek